现在我们来看到大台中市议员选举的部分 目前蓝营内部呈现两雄相争的局面 国民党其实现任台中县市议长张清棠跟张宏年 他们都有意来问鼎合并之后的台中市议长宝座 这次国民党在总席次63席当中拿下了27席的市议员 并且是还没有过半的 这个党中央已经只是要强力来协调整合 而另外拥有24席的民进党团 未来也会推出政府议长人选 大台中市政府议长宝座谁出现 目前国民党籍的现任台中县市议长张清棠和张宏年 都表态当仁不让 因为这次国民党提名都没有过半 所以必须要接五党籍的 当然五党籍的都是我们患难的 所以这里面就要进行大家互相过同协调 张清棠和张宏年各自坚持 都表示设在必得 张清棠和台中县多位议员互动良好 加上海线言情标力挺的带头作用 这届国民党当选议员之中 台中县选出的又比台中市多出11席 张清棠认为自己有胜算 不过现任台中市议长张宏年也表示 在国民党台中县选出的席次当中 已经有人表态支持他 两人各自评估 大约都可以争取到事务席的支持 不过国民党并不乐见两雄相争的局面 已经表明会强力介入协调 而这次当选的24型的民进党团 也表明会推出人选 会推派自己的村副议长的人选 然后这个人选的 传声来邀请党团的成员一起协调 但目前只能知道到这样子 那至于协调的方式 人选到底会是谁 完全不晓得 未来一旦国民党整合顺利 推出一组人选 只要再争取五位无党籍支持就可以过半 而如果整合不顺利 就有可能是三雄鼎立的局面 不过无论如何 在大台中市政府议长选举这一局 时期的五党籍市议员 将具有左右胜负的关键影响力 介入林健身彭换群 台中报导 中文字幕Del Corp 中文字幕Del Corp